作者数世界逢陈陈编辑老拿 现在是冬天但冬过去A5的春天会到来吗 1月2日 A52019年的首个交易日 继续了此前一年的美女走势三大股指 极其遭遇开门路 或者说是开门黑 正所谓绿的发黑吗 这样一来 李大肖或宇宜冷汗 不断因为他的2449中级大敌 正在接受大A股的考验 1月2日 三大股指高拆低走截至收盘 户指下跌1.15%收报 2465.29% 深城指下跌1.25% 收报7149.27点 创业盘指下跌1.7%收报 1228.77点 盘面上跌多涨少其中 景点 医药商业 医疗服务 黄金 生物制品 高纵转 贸易战兽益物 网约车 人脑工程 医药电商等 跌幅居前紧连夜 航天装备 北斗导航 创投等成长势 值得注意的是 5G概念股 逆势走墙上眼 屌丝逆袭的神奇之旅 最终报收512.87点 上涨2.42% 自2016年以来 李大肖相继提出钻石底 婴儿底 幼儿底 儿童底等言论 但A股不涨反跌 并不断创出新低 近期随着全球股市持续动荡 A股也逐渐向2449点靠拢里大销 或很快再次被顽皮的A股打脸 对A股而言 现在锦上的乐观与风水有关 据业内人士统计A股有逢8必跌 逢9必然历史逢8的年份 1998年 2008年 2018年 指数分别下跌3.97% 65.39% 24.59% 逢9的年份 1999年 2009年 股市都是上涨的 分别上涨19.18%和79.98% 或许股市的春天真在19年 关注更多上市公司相关信息 请已布置公众号世界 ID Sparkolife